哎呦喂 这突如其来的呛吓 真是让蒋万安有点丢了面子 这样的冲突插曲 随着选战逼近 恐怕会频繁上演 但更尴尬的还在后头 谢谢 周末一块 里长联合举办活动 不止蒋万安有受邀 黄珊珊也来了 平时两人亡不见亡 一开始都有默契 彼此尽量避开 不过毕竟同个场合 虽然要互动有点怪 但不互动更奇怪 这气氛33度高温瞬间凉了一半 同场互撞难免别扭 而另一边国民党强榜侯友依 也忙着跑行程 活动都进行了半小时才入场 难得到台北却迟到 侯友依赶紧说开心 抱歉 今天迟到 十一日晚都打到大赛次 说完再来个鞠躬道歉 展现亲和力 只是活动能玩到 但选战脚步可不能那么慢 台北市蓝营蒋万安对决 绿营陈时中 新北战定侯友依继续拼连任 要对上林家龙 双北民进党龙中沛 PK国民党安宜连线 能否真的成定局 就等侯友依点头宣布 不管台北 新北 桃园 宜兰 都是在新北的周遭 我们一起共好 你好 我们才会好 仍然不松口 照侯友依的节奏 就怕地方小鸡等不及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